1947年5月 孟良顾战役打响 有着玉林军之称的国民党整编第七四师 被包围在山上 眼看着这只王牌主力 就要被共军华东野战军消灭 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救援 万为四十万国军当中 真正出力死战 为张灵福解围的仅有黄百涛一人 蒋介石命令失下了 可是国军军队派系伶俐 推尾扯皮又一次体现出来 接到救援命令后 他们大多选择作弊上官 出动救援的部队也是出兵不出力 只有和张灵福私交甚好的 整编第二五师师长黄百涛拼命救援 黄百涛一度打到了 距离孟良顾只有三公里的位置 可惜这是黄百涛的最佳表现 眼看打圆的华野一纵 就要挡不住了 此时华野四纵感到立即投入战斗 才将黄百涛给挡住 当时黄百涛的部队已经疲惫至极 只能在三公里外看着张灵福被监 感叹其他各路救援部队 彼此推诿拖延 黄百涛一九零零年生 原籍广东梅县 生于天津 起家部队第二十五军 一九四四年才正式组建 来源有中央军 川军 东北军 起初战斗力低下 黄百涛刀阔斧的改革 严查军想贪污问题 严肃军纪问题 赢得了第二十五军 全体士兵们的爱戴 他自创了一套训练模式 一切从零开始 让全体士兵和军官们一起 按照训练钢程 严格训练 严查懈怠者 战斗力迅速提升 抗战胜利后的全体国军整编中 第二十五军编委整编第二武师 黄百涛任师长 在一九四八年年中 恢复第二武军番号 装备维权日泄 火力远不及国军五大主力 但在黄百涛的带领下 整编第二武师战斗力极强 动员看乱时期解放战争开始后 黄百涛部进攻苏北 顺利进入山东 在一系列战役中 都是全力拼死增援 给共军以重创 逐渐赢得了声誉 1947年下半年郊东作战 黄百涛重创了郊东共军 随后调往中原 与刘伯城部多次遭遇 均有不俗表现 战功显赫 1947年7月的南麻战役中 胡连被华以三个纵队围攻 岌岌可危 黄百涛新夜池元和整编第六四师一起突破了共军组员部队 华以七纵的阵地 将胡连的整编第11师给救了出来 1948年6、7月的玉东战役 国军称中原大劫是黄百涛军事生涯的顶点 当时欧寿年的第七兵团整编第七十二、七十五两个师 京随县起线向邱清泉占领的开封迂回 当欧寿年率领的第七兵团抵达随起一带之后 却动作缓慢 与邱清泉兵团之间相距40公里 这个机会被华东野战军的夙语抓住了 当即决定利用这个间隙来解决掉欧寿年的第七兵团 华以司令部下令 华也第一、四、六纵队加上中野的第十一纵队 合计四个纵队相当于国军的军级单位的兵力 对欧寿年兵团进行南北加击 另外以五个纵队的兵力打阻击 截断与邱清泉兵团的联系 阻击其他援军 按照共军以往的经验 国军各不知久救援都不积极 甚至是选择明哲保身的态度观望 可是在救援欧寿年的第七兵团中 不仅距离近的邱清泉救援积极 另一边狐连兵团也在积极增援 对于这两路援军华也是有预料的 也准备好了怎么招待他们 华也部队在起线挡住了邱清泉 中野怀扬挡住了狐连兵团 可令人没想到是 黄柏涛突然杀出 令华东也战军猝不及防 黄柏涛背后的支持者是顾铸彤 黄柏涛只有一个整编第二武师 自然不是华也这么多纵队的对手 顾铸彤就调第三快速纵队和第二交警纵队 给黄柏涛 编成了黄柏涛兵团 实际上黄柏涛兵团只有一个施加三个团的兵力 投入战场后很快就被华也打退了 黄柏涛不劳失远征 加之连日血战 损失惨重 面临对全歼的危险 黄柏涛退到了地球电围中心的村庄进行防守 华也打算连通黄柏涛一起吃掉 可没想到黄柏涛真的是国军第一猛将 黄柏涛在伤亡重大的情况下 竟然以兵团司令的身份亲自带着两个营 在四辆坦克的掩护下进行反冲锋 对共军阵地发动逆袭 终于将阵地守住 同时邱清泉也率部突袭共军侧备 共军父辈受敌 被迫后撤 尽管欧寿年被俘 但第七兵团的残部被解救出来 此战创造了抗战后中国军事历史上兵团司令带队冲锋的唯一战力 玉东战役中 华东野战军指挥官素玉 暴露了指挥风格的缺点 就是贪多求大 有的时候不顾部队疲劳 连续作战 命令多变 使得前线部队搞得过于疲劳 而且有的时候为了抓住战机 对战术细节扣得不细致 布置也容易出现纰漏 造成部队的伤亡过大 简单来说 决定有的时候做得太快 就容易出现失误 这一点在玉东战役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玉东战役时素玉为了全监黄百涛所部 临时改变作战部署 其结果就是 华野攻坚部队一方面无法快速解决黄百涛整编第二武师临时决定 另一方面又被邱清泉的第五军迂回到包围黄百涛的华野部队背后 造成华野父辈受敌 给华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史一书披露 当时华野光被俘虏就达到3598人之多 在地秋电战斗中 黄百涛整编第二武师的战斗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取得内战以来先有的胜利 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皮定军曾感叹道 我们杀伤敌人一个整编师 但我们华野三个纵队都残废了 此役黄百涛成功救出第七兵团残部 并且在邱清泉的配合下 成功击退素裕 取得内战以来先有的胜利 因此役 黄百涛于九月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并被阔格着拔为陆军第七兵团中将司令 统领第62、25、63和第10名军四个军 第七兵团成为国军一个王牌兵团 更是成为华东野战军的劲敌 1948年11月 徐邦会战免庄战役中 第七兵团被15万绝对优势兵力的华野包围 最后全军覆没 黄百涛拔枪自尽 但是第七兵团最后时刻足足造成华野6.5万人伤亡 几乎接近第七兵团的被围人数 足见黄百涛带领的部队战斗力的顽强 整个三年国共内战 战死的国军正兵团司令一级总共四人 黄百涛是第一个战死的 他的打仗水平不输于黄埔将领 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 狠狠打击了共军 他消灭的共军超过了其他国军将领 不愧为是一个杰出的国军将领 1949年1月 黄百涛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二级上将